警方抓了个涉嫌洗黑钱的30岁男人 据了解他是早前在反修例事件里 被判习警罪成的前小学老师杨博文 警方毒品调查科9月上旬 发现一个30岁的男人在网上社交平台 说因为被控习警失去工作 目标众筹50万 向公众提供银行户口 到10月底发现那个男人一共收取587万 同众筹金额不负 警方怀疑有人利用市民大众的同情心 以自己经济出现困难去做矿子 去掩饰非法资金的来源 警方不排除有人恶清经济出现困境 以变取金钱 警方在星期日拘捕涉事的男人 搜出电话、银行卡并凍结户口507万 他和家人名下有两个物业 估值大概1300万 其中一个是非住宅用途 据了解被捕男人是早前在反修例事件中 被判习警罪成的前小学老师杨博文 他被判监九星期 准保释等候上诉 警方呼吁市民在捐款之前 要了解捐款的用途 以免堕入骗局 无线电视记者 郭荣欣报导 好 好 感谢观看